本地公司开发绿色科技利用氢气来清洗汽车引擎内部的残留燃料 大大提高了引擎的效能 减少了废气的排放 新技术属于全球首创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新绿色科技利用固态氢技术配合电脑数据分析 把过去需要三天完成的任务减少到一个小时 当车主需要清理引擎时 维修工人只要把这台装有固态氢的系统 同电脑和汽车衔接 电脑就可以根据引擎所排放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氧气 以及为燃烧燃料做分析 然后释放固态氢 彻底清理汽车引擎 整个过程不会排放有毒物质 而且十分环保 第一 从技术方面来讲 我们用氢 氢就是一个绿色的气体 然后第二 在我们整合里面 我们的用耗电量非常的低 交通工具也越来越绿化 这款从美国进口的单轮电动车 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5公里 每充电一次可行驶15到20公里 由于单轮电动车的体积小 容易携带 主要吸引年轻上班族 用它来往返地铁站和工作地点 不过 每部售价2800多元 比一般脚踏车贵许多 政府最近推出永续发展蓝图升级版 使得绿色技术变得更重要 不少业者希望通过绿色技术 改善工作流程和生活环境 以迈向更环保的家园 新传媒新闻记者 聂国卫报道